作者 按摩师 演播 画骨 腐白 后期制作 美晨 第529集 在他看来 优千雪这种美女怎能看上秦晨呢 肯定是这家伙欺骗对方了 登徒子 优千雪诡异地看了眼秦晨 女人的八卦心一下起来了 千雪 误会啊 我跟这姑娘之间就一小小误会 秦晨无语道 误会 有千雪无疑 什么误会能让别的姑娘 拿杀气腾腾的眼神看她呀 她来到姬如月身边 拱手道 姑娘 刚才我这位朋友对你怎么了 让你这么怒气腾腾的 还请姑娘转告在下 好让在下以后有所防备 她 姬如月对优千雪还是颇有好感的 不过刚说一个字 再怎么也说不出来了 这让她怎么说呀 难道说对方偷窥她 而且还是一暴露狂 反正 你只要记住 这个登徒子不是什么好人就是了 姬如月冷冷地 然后率先向前走 消失在了通道尽头 秦辰 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啊 回到秦辰身边 幽千雪笑眯眯的 哎 能有什么呀 秦辰是无语了 把之前的事说了一遍 什么 此女能激活无上剑道 幽千雪大吃一惊 她是激活一百条剑道的人 所以她知道 想激活无上剑道 究竟有多难 本以为九秦辰一人能做的 没想到这少女也做到了 此女来历非同一般 而且身上有上古敌兵 应该是来自 某个顶尖大势力的人 从小接受最好的资源 所以呢 你也不必太在意 她哪知道 此时幽千雪想的 根本不是别人比她优秀 而是此人既然如此厉害 那定然有非凡的背景 如果能被秦辰拿下了 绝对能给秦辰带来巨大的益处 虽说两人开展不怎么样 可谁说一开始是冤家 以后就不能在一块的 她心中默默地说道 还好秦辰不知道幽千雪想法 否则绝对得无语地 把下巴都惊掉了 两人继续向前 很快来到了通道尽头 只见姬如月正站在 诸多岔道之前 正没推算着 看见秦辰过来 她厌恶地走到一旁 每次岔道旁边 她都得推算一段时间 最终才能找到正确的路 但秦辰不用推算 毫不犹豫选了一条 走了进来 看到这一幕 姬如月脸上顿时露出震惊之色 难道这家我不用推算呢 姑娘 这条路是正确的 不如一同走吧 这时幽千雪喊了一句 姬如月先是驻足 然后飞快地推算一下 她居然发现秦辰走那个 真是正确的 心中大惊之下 下意识快步赶得过来 姑娘 在下幽千雪 不知姑娘怎么称呼 幽千雪一向冰冰冷冷的 这次看见了姬如月 态度居然十分和气 姬如月 姬如月人也十分高傲 很少跟普通人交谈 但在幽千雪面前呢 却感到格外的亲身 可能美女间 也有男人间的惺惺相惜吧 幽姑娘 在插路口 你们难道不需要推算一下吗 走了片刻 姬如月忍不住说道 啊 幽千雪愣一下 这不早就推算好了吗 看见幽千雪这表情 姬如月好像恍然大悟 惊呼道 你们该不会一路走过来 都是不用想 早就知道该怎么走了吧 难道不是吗 幽千雪有些愕然 这是个阵法 只要推算出来 不就可以了吗 幽姑娘 你还是个阵法大师 姬如月再次震惊了 我不是 不过 陈上她是 幽千雪自豪地说道 只要有秦晨在啊 好像没什么东西 能拦住她 她 姬如月看了眼秦晨 眼神中流露出一丝难以置信 三人就这么走着 只见前方顿时出现了一群人 为首之人身材修长 自然而然有一股摄人之威 此人乃是杨陵 风行宗的盖世天骄 人群之中 除了杨陵之外 幽建宗水月卿也在这 周围簇拥着一大群幽建宗弟子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幽建城附近的顶尖势力弟子 也围隆到了一块 没办法 这片地狱 以幽建宗这皇级势力为尊 其他皇级势力呢 自然得巴结着 如同许旺八戒汗利一样 一旦水月卿成为妖建宗宗主 那他们在各自势力中的地位 也将大增 看见后方秦晨三人追来 水月卿和杨陵眼中 划过一丝惊讶 这三个人怎么赶上来的 怎么能走这么快啊 他们可是拥有 妖建传承中一些讯息 这才走这么快的 这几个家伙居然能跟上 惊讶之后 两人眼眸中紧接着划过一丝轻命 他们自视甚高 自然没把一切人放在眼里 当然了 这也是他们在前面考核 没发现幽签雪激活一百条剑道 而秦晨和姬如月甚至激活了银色剑道 那可是无上剑道 如果他们知道了 那就不会是现在这态度了 不过嘛 看到幽签雪的绝美 激如月的气质时 饶使水月卿和杨陵 都是目光一亮 然后呢 对着秦晨多看了一眼 这小的雁芙真是让人羡慕啊 居然有两位风情各异 美着天心的女子作陪 真是让人有些想不明白 无法接受啊 这不两朵鲜花插一牛粪上了吗 幽签雪还行吧 他们广场上见过了 可这白衣女子哪来的 姬如月脸上虽然戴着面伤 但她那种不似凡尘之人的气质 甚至比天女门圣女陈思思不成多让啊 可以说 有过之无不及 啥时候这小子又泡上这么一大美人啊 水月卿和杨陵身边那跟班啊 看到两人眼中一闪而逝的经验 马上意识到 这是一拍两位大人最好的马屁的机会 其中一人顿时挺视而出 嗖的一下来到秦晨三人面前 把他们去路给拦了 不过呀 她倒没动粗 而是十分客气地拱了功手 在下万新亮见过两位仙子了 两位仙子 那秦晨呢 自然是被无视了 这个万新亮是故意的 他就是要把秦晨晾在一边 你不服气啊 强打架 那正好 他趁机把秦晨狠狠教训一顿 让他脑衣灰头土脸 到那时候 只要水月清和杨灵大人出面 把他狠狠呵斥一顿 既能装好人 就能让两位美女刮目相看 形象一下高大了嘛 再加之秦晨不堪一击 杨灵和水月清大人身份又非凡 两位美人 只要稍微有些眼见 自然知道怎么选 而两位大人抱得美人归 自然会对他有些好感的 知道他能办事 其实啊 做狗腿子做到这份上 其实是够可以的了 秦晨挥挥手 说道 好狗不挡道 跪一边去 小子 我好像没跟你说话吧 万新亮心中一醒 不屑道 满脸的傲然 怎么着吧 我就瞧不起你 远处 杨灵和水月清步伐一下慢了 他们怎么一停 身边其他人自然也停了 怎么可能越过两位大人呢 以水月清和杨灵的智慧 他们当然猜得到万新亮想做什么 两人不由得一笑 没有阻止 在他们想来呢 自己也不是对邮千雪两女动了心了 只是有些欣赏他们的绝美和风情 良情责母而其 他们也认为秦晨配不上此二人 因此呢 若可以让邮千雪他们看出秦晨的真面目 他觉得应该是在帮助两女 当然了 他们不会故意表现的 好歹也是大叫宗子这一级别 那么做呀 太刻意和低级了 他们不屑 这两女自投怀抱 岂不是更好吗 秦晨黑黑一笑 说道 喳喳 有些马屁不能乱拍的 因为你不知道 你挑衅的敌人有多强 后果有多严重 哈哈 你的意思是你很强了 我挑衅错了吗 万秦亮哈哈大笑 一脸不屑 他巴不得秦晨动手了 秦晨点点头 你错得离谱 区区一毛头小子 老子一手指头就能撵了你 万秦亮赤笑道 虽然他看不出秦晨修为多强吧 但是呢 也只以为秦晨练了十分强大的隐匿功夫 并不认为秦晨修为有多高 毕竟嘛 比二十岁左右的毛头小子 在天才能多强啊 看看跨入七阶初七 已经了不得了 而他呢 他本身是七阶初七巅峰的天才呀 走人见到之后 收获破风 一举跨入七阶中七了 对付一毛头小子 那不手道袭来的 嗯 所以嘛 哪怕秦晨在天才 真动手 他只能在他面前哭着求饶 好狂妄的小子 秦晨 让我来教训他 幽谦雪目光一亮 他也知道 这是自己惹来的祸 身上含义阵风 秦晨把幽谦雪拦下来 让我拦 这时候啊 怎么能让女人动手呢 哼 你 你不是我三招制敌 万新亮加强刺激力度 秦晨却丝毫没生气 因为这人不值得他生气啊 秦晨淡淡一笑 说道 哼 是吗 那我让你三招 就你啊 万新亮大笑 眼泪都要流出来了 小子你可太狂了 我看你怎么让我三招 轰的一下 右手抬起 一拳轰出 拳上浮现出一个符文 这一拳仿佛能崩碎天语 恐怖的拳击 瞬间轰在秦晨身上 砰的一声 秦晨被轰飞了 哼 这就是你骄傲的资本吗 没吃早饭啊 软绵绵的 一点劲都没有 秦晨站定 拍拍胸口 好像胆掉灰尘一样 一点伤也没受 什么 万新亮脸色难看 一拳之下 这小子毫发不上 有点意思啊 水月清和杨玲 也露出一丝意外 难怪这小子在广场上 赶个寒意叫板呢 看来确实有两下子 不过嘛 有两下子又如何 他们不放在眼里 再来 万新亮一声怒喝 这一次 他身上气势爆发 体内真元催动到极致 一拳再度袭来 滔天的权威 化为一头暴龙 朝着秦晨撕咬而来 这一级威力更甚 轰在秦晨的身上 卷起了惊人的涟漪 恐怖的真元好像炸了一样 隆隆作响 这一次更不堪 秦晨动都没动 笑眯眯的 你是在挠痒痒吗 万新亮的脸色 顿时变得一片铁精 两招下来 对方是毫发无损 这跟他预想的结果 完全不同啊 区区小子 防御这么强 便是水月清和杨玲 也露出一抹凝重之色 他们一只手就能镇压万新亮 若是就这么站着 让万新亮攻击 也能挡住了 可秦晨脸上 一丝颜色都不变了 这样的战力 不能不说太惊人了 特别是秦晨还这么年轻 哪怕他们当年 也没秦晨这么可怕 这是一个顶尖天才 如果不是身世影 逆天的防御护甲 那秦晨与武道上的天赋 绝对不弱于他们 唉 此子不能留啊 本来二人还是戏谑地 看着这场闹剧 可现在呢 内心深处 涌现出了一丝丝杀机 对于天赋不弱于他们的天赛 能扼杀 自然是早早扼杀了 这世上不能有人比他们强 万新亮 你是在玩吗 难道你是拳道高手 水月清了个头 万新亮的脸上也没了光亮 两招没能把对方击败 太丢人了 而且呀 对方还嘲讽呢 去死吧 他一声怒吼 翁 手中出现一笔褐色长剑 长剑抖动 嗖嗖嗖 每剑都有一刀剑弓掠出 瞬间 有上百刀剑弓朝着秦晨斩落 封锁了秦晨一切的逃逸路线 刚才他虽然没有手下留情 但正如水月清所说 他是一名剑客 否则他也不会来着什么妖剑传承了 他最强的呀 还是剑术 现在动用上了飞流剑 战力暴涨了一大截 足以一剑把对方击杀了 嗡 恐怖的剑一弥漫 朝着秦晨疯狂袭卷 秦晨目光中也闪过一丝凶芒 对方这是下死手啊 可他依旧是傲力不动 身上无形的剑异勃然爆发 不断地消磨对方的剑气 让对方三招不代表不反抗 而且秦晨之所以这么做 并非是闲来无事了 而是他想验证一下自己的想法 还有在无上剑道中的收获 他身上虚无剑意绽放 虽然不曾出手 可层层剑意如同不断奔腾的朗涛一样 迅速消磨万新量斩出的剑气 还没等百刀剑气落于秦晨身上 就已经是消弥无形了 秦晨目光一亮 果然经过无上剑道之后 自己体内剑意愈发强大 已经足以消弥一名 七阶中期武王全部的剑气攻击了 什么 这怎么可能啊 第二天 某些大肉 散设刑